實用詠春拳最著重就是平時你遇到危機 是怎樣去使用 Soft to hard, hard to soft 怎樣去化解危機 平時教學其實我錄下了很多這些教材 分享給我的同學 如果有機會我日後會整理這些教材 放上youtube 分享給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一起分享 Headlock是有多重要的 最正常的一般不懂的就是這樣拉後你 為何拉後你 就是控制扯,按住你的口,拉後 好了,稍為成熟一點,可能是小小小的 就是去控制你們兩個大動物 V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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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,去到最後就是真的適用的 這個 這個V字 這個 這個 十幾秒你就會拜拜了 明白嗎 基本上就是這三個 這個最簡單 前面而已 這個後面 V字 V字 所以兩邊 拆下來 V字 一反 一去 按住 如果我再按摩 再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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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快 可以嗎 對嗎 感受到 對嗎 其實這個呢 我就可以用這個 很快 很快 一打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看了這一集 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感受 有不同的得著 其實功夫的東西 除了勤力 也要是大家用個思考 功夫不是一成不變 功夫擺在每一個人身上 有不同的變化 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照顧有期